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天看到这个口罩 知道是说什么了 今天这个病毒 每个人都心惊惊 口罩又买不到 如果家里不是很多口罩 就用个两次都可以 这个我是用过去超市 用个烫豆 烫一烫 不过一定要用这些布 这样遮住它 烫三这样烫 烫到它热热热 不过千万不要 煮到这里一煮到烂 就会很慢的了 是这样 教一下大家 如果是没有口罩 就可以用毛巾 来做 这样可以的 就只剪掉它 如果有这些蒸巾 就 不过蒸巾 要自己安装 有多大就安装 就用多长 这些蒸巾 如果是有这些 就更加容易 剪掉它 用蒸 補一補 就可以了 这里 又怕那些菌糖 放入 从这里放入 你就用一个蒸 補一補 如果没有 我要快一点 就用这个碟 碟两边都可以了 就是怕那些菌 放入 如果再要 多一层保障 就用废纸 这个呢 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多一层保护 如果是真的没有口罩的时候 就这样做 如果有没有这些小毛巾呢 你就用那些 闊一点的毛巾 我那条 这条毛巾 没有那条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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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剪了 有毛巾 很大 就这样 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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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又是这样 这样 摘一下 補一下 这样 如果又是 不 没时间 这个 这个贴 就快点 就这样 烫的时候 千万不要烫 烫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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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罩 可以烫的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有心 如果真的没有口罩的时候 你可以照我去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可以 学着自己用一下 先 现在有钱都买不到口罩 希望大家自己 保重 过了这个 这个筋 大家可以 天天不要太紧张 心情好些 我相信很快过了 大家都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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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 都这么怕的 如果是没有这些手筋 可以 可以 这条 我怕 这个 没有时间 砰的时候 補的时候 用 这个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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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戴口罩 出门 真的不行 希望大家 身体 平安 搞得 开心点 不要太紧张 是 你这么多 我以前说 应该戴口罩 看不到我 看到我 看到我